好,这一节产业消息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先前我们不是关心吗 这个华为绕道取得台积电的晶片 整个在媒体上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现在又来自于法国媒体有了最新的报道 说华为寄出了非常高的薪水 这是薪水的幅度达到了三倍 在挖角台积电的工程师 而且这个工程师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每三个月就会收到 来自大陆猎人头公司他们的email 询问说你是否有意愿到大陆去到华为工作 虽然这些台积电工程师们说 看起来真的是条件非常的优渥 然后也非常的向往 但是他们通常还是都拒绝了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有两个 第一个他们是说 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之后 台积电的部分也会提高他们的薪水薪酬 还有职位给员工让他们继续的留下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员工害怕会影响未来的就业前景 所以他们宁可持续的待在美商或者是台器 好我们先来看到华为高薪的挖角台积电人才 台积电又寄出这个高薪来留财 现在两岸是在上演抢半导体相关的人才吗 那又为何刚刚提到的这个台积电员工会担心 去中国大陆的这个华为工作呢 委员怎么看 人才商品资本的国际化流动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很正常的 不要说台积电的工程师 我们台湾每一年要从海外找到多少基层劳工来 我们虽然叫做移工或者外劳 数量非常大 薪水也比他原来高很多 一样的 现在就是华为来挖台积电的工程师 对台积电工程师是好的 证明他品质好 而且是台积电没有付给他足够的薪水 他应该值三倍 所以台积电被迫要提高薪水 所以这个华为来抢台积电工程师 是帮助台积电工程师 有更多的筹码可以跟台积电要钱 这是好事情 我们要乐观其成 而且多加鼓励 不要什么每三哥一封 每天一封 像追求爱情信仪一样 这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好事 接到了这个工程师 也要自己治好 我也很有行情 对不对 不像我都没有人在邀请我 害怕未来就业的前景 这个也不是要说害怕 因为毕竟这种都有家有小 对不对 移动工作就很复杂 像张忠谋也是台湾奖金国 从美国挖回来的 你要什么条件你开 保留美国国籍 在公家单位做事 薪水比照美国的薪水 通通答应 这个就是台湾也在到处挖人材 因为台湾没有挖人材 台湾也要到大陆上去挖很多人 要不要我提证据给你看 还是一样 现在因为华为有这个实际上的需求 他到日本 到欧洲 到美国去挖人 我是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不要把它看成说我有什么统战 我有什么压力 比如说这个大陆上半导体 挖的最成功是谁 梁梦松 如果没有梁梦松的话 中国大陆不晓得有多少骗子 骗政府的钱 就是这样子 他挖队人才 而且梁梦松是心怀祖国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的那种情感 三星给他价码是用一千万美金起跳的 那中国说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不要穷 我们20万人民币好不好 他就收了 他就收了 然后中国说那我给你一栋别墅好不好 连到这个三星说我给你一牌 这个大家抢 可是这种爱国的心情是无法被替代的 而且更可贵的 他出身是华侨背景 所以我是觉得 哪一天中芯国际打败了很多的大厂的时候 可能门口要立一个梁梦松纪念碑 这很重要的里程碑 今天能够做到七奈米 就是梁梦松的功劳 全世界都公认 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天分 虽然是七十好几人 脑机动得超快的 他知道如何把这些旧的机器 磨绿骨弄一弄 就可以变成高阶的生产系统 是很了不起一个人 多挖几个梁梦松 多挖几个 有话台阶也很多 而且年轻一代的 因为梁梦松毕竟是年纪大 你现在七十好几 他八十岁也要退休 所以赶快培养新一代的人 不只培养自己的 倒好还会去挖年轻的人 好 文宝我们看到 这个人才本来就是流动的 其实上华为不只是真 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人才 刚刚说工程师 他们现在在扩大他们的脚步 在设备通讯院 因为今年真的是表现得也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第三季 大家都表现得不好 在全球通讯产业都不好的时候 只有华为营收是持续正成长的 其他大厂包括了这个 Nokia 爱立信 三星都在裁员 那都可能会成为华为真才的对象 那华为现在呢 还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 正在开设的一个 达到了一百个足球场大小的 这个研发中心 也是在为这种设备相关的领域呢 来做努力 那听说呢 现在也在招募人才了 每年起薪 哇 达到了新台币 七百六十万元 好 那另外一方面 华为在壮大 还有它的高CP的这个产品 也就是它的设备通讯嘛 西方国家当然很紧张了 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进华为 接着欧盟啊 英国也跟着进 但是大家说要进 说了很久了 要进这个5G设备 但是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 很多的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电信业者 他们都认为说 干脆不要进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真的要进的话 你自己做太耗时 又太耗成本了 所以呢 欧盟执委会做了一个统计 他说旗下 二十七个成员国 都必须要遵守 这个华为的禁令 但目前只有七个国家 是真的有在做一些 实际的作为 现在欧盟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能拖就拖吗 赖老师怎么看 欧盟当然希望说 那个他的成员国 都能够执行 因为我们都知道 欧委会的 就是欧盟的执委会 方德莱恩 他是一个仇中反中 而且是亲美 他已经把欧盟变成 美国的赴水组织的 一个领导人 很特殊哦 这个领导人在过去 他跟川普 其实也是很不搭嘎的 然后他跟这个欧盟的 很多的国家的政治 的领袖 都是非常的不愉快的 他是很 我们用闽南话讲 够人玩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不讨喜的人 而且他本身对于梅克尔提拔他的人 他本身没有什么感情 这样的一个 有点刻薄寡恩的人 那他为什么能够连任 最主要的 因为他本来位置看到的是北约的秘书长 那由于法国跟德国他的母国强烈的反对 你看连他的母国都强烈反对 他去接北约秘书长 所以才会让荷兰的旅堂拿到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而且法国的马克龙是积极的反对 美国拜登一看 这个不可能用的 因为欧洲两大国的领袖都反对 怎么可能用他当北约秘书长 所以他就转过来争取这个欧盟的职位会的主委 他目前来讲 因为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很不好 那当时就是因为欧盟担心特朗普 川普赢了 所以希望欧盟稳定 才让他连任的 这个人他当然希望他的会员国都能够遵守 可是问题是欧盟的成员国很清楚知道 打压华为是政治因素 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因素 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事实上是政治问题 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那当初在美国的高压下 然后在你欧盟的推进的情形下 你们要我去把这个华为拆掉 那我就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华为当初给你4奈米或是3奈米的时候 不是那个4G跟3G的时候 它是可以在很小的情况下提升到5G 你如果整个把我拆掉 那我今天用爱立信或是用这个其他的系统 那问题就在第一个 他们的供应设备跟不上 第二个成本太高 第三个那花费是我的国家发挥 我的电讯公司发挥 那很多电讯公司它是私人资本的 它并不是国营企业 如果是国营企业的话 大家要问那为什么政府要买 人民要纳税前要买单 那如果是私人企业的话 那你政府要不要补贴 那你政府不补贴我 你要我做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大部分的策略就是 听到了不动 这第一个 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动 第二个就是我做一半 做得很慢 像德国就做得很慢 德国就慢慢来做 慢慢做 然后一面做就一面埋怨 说你政府要给我补贴 你的补贴不够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现在看是川普上来了以后 会不会再盯这个事 如果川普不再盯这个事的话 那这个事可能在欧洲就不见了 就没有人再理了 然后继续用华为 好 再来我们再看到的是 刚刚看到的是设备 还有各国现在在使用华为的使用率 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 消费市场的部分 我们要来看到 包括华为的操作系统鸿蒙 今年的发展到底怎么样 今年第三季在中国的市占率 确实有提升 从15%增长到15%了 13%增长到15%了 那现在看起来 达到了和iOS相同的水平 但是跟这个安卓比 确实还是相差蛮大的 安卓现在目前的市占率 高达了70% 那这个是在 我们看到的是 在它的手机的操作系统的部分 再来就是它的消费市场 手机的部分 华为11月份 即将会推出它的新的 旗舰机Mate 70系列 会搭载的旧式的 新鸿蒙的作业系统5.0 说要彻底摆脱Android换皮设计 好 之前我们讨论了很多三则机 考虑到美国在川普 在第一任2016以前 有三个总统 克林顿 小布希 奥巴马 这三个总统 取消了一个什么职位 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总统 国家科学技术顾问 以前总统有这个顾问 这三个总统把它取消了 取消了目的何在 他就认为说 美国的科技稳如泰山 谁也跟不上 结果川普 所以我说川普很聪明 你不要看他一天都 这个会对美女有兴趣的人 通常都特别聪明 那么川普他就认识到了 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上 出了问题 你不要忘了 他在2014年就注意到 为什么华为在5G方面 取得了重要成就 他那时候觉得说 一定要修理华为 所以2016年上台以后 大家不要忘了 孟晚舟什么时候被逮的 2018 2月1号 在加拿大 就被宣布自由 就跟那个 那个当然就看出来 就是一个冤枉 一个那个嘛 但是他呢 2021 9月24才离开 这中间主导的就是川普 没有川普在中间主导 后面不会整个排除掉 连加拿大都参与 所以川普他是会知道 就是整个在科技这个产业上面 他知道要对抗中国的话 在这一方面不能手软 所以他在后面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大家就说 必须要注意的 不要低估了 川普要保护每个美国企业 打压中国的这种意义 以及这个蛮干 这是我是觉得 中国大部分要特别注意